他那個時候 其實也是會有一些應酬 我今天會晚一點回家 然後我就覺得很邪 我就有一點故意跟他很大聲講話 他就說 你什麼意思 你們所在的部門面前 那麼大聲講話 我們不是真的要吵架 我們有時候都說 那晚上吃什麼的時候 白吃啊 我講說晚上吃燒肉好 晚上吃什麼也可以被人打死 我已經講過了 等一下 你是用這個嘴臉跟太太說話 稍微弱一點 白癡 對 神經病 對 神經病 對 神經病 好 這樣可以 對 神經病 歡迎收看姊妹亮起來 歡迎今天很會吵的姊妹團 Micky姐 我們的馬哥 好 妳好 看什麼 妳講話… 妳講話 超美的姊姊 有意見嗎 最好不要講出來喔 還有妳好專家 來介紹我們的專家團 蘇佳宏律師 美鳳的朋友大家好 健康管理師Maggie老師 你好 老梁啊 妳知道嗎 根據這個內政部護政司 最新統計 2023年 對 妳猜猜喔 台灣有幾對夫妻 李妍啊 李妍 那應該不少對吧 對 2023年台灣 就是有 五萬三千多對 應該不只應該有一些黑數嘛 對不對 因為在座的三位來賓 她們心裡都曾經有過這個認可 是妳 是妳有 妳有對不對 會不會包括妳 不會不會 我最愛的就是我太太 不好意思我錄不下去 又有了 第五胎是不是 還沒買三個月不能送 但是錄不下去耶 好啦 但也就是說平均呢 每9.9分鐘 就一對婚姻走向近 好 那我們今天前一組 四十分鐘就四對了 一二三十 好 沒辦法 因為人生就是不停地在挖洞嘛 對不對 你看 考上學校不想去念 找到工作又想離職 結了婚又一天到晚想要吵架 對啊 你為什麼要講你人生的故事 對啊 好像是我的成長師 但是有些人也是越吵 感情越好啦 當然啊 還要看怎麼吵 吵架其實是一門藝術 是的 越吵感情越好 我們圈內就有代表啦 就是生了四胎啦 每天在吵還可以生四胎 妳看到沒有 對 但有時候其實吵架會傷人的 通常都是很快說出來 你沒有經過思考 但人家就往心裡去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了三位 完全都沒有在思考的 太平台到現在 不是 完全是在聽對方傷害的 首先跟我同一陣線的 瑪格 瑪利歐哥 瑪格您的狀態是什麼 你白痴啊 神經病啊 等一下 你是用這個嘴臉跟太太說話 稍微弱一點 你白痴啊 你神經病啊 這樣沒有比較好耶 好像沒有比較好 真的 這樣真的沒有比較好 你會用這種很深情的態度說嗎 對 白痴 神經病 這樣可以 好深情可以 這樣不靈魂 調情 調情的態度 調情的那種 幹什麼耶 調情的態度 你們是 沒有啦 其實有的時候吵架 我們不是真的要吵架 你是啊 我們只是一個 我們有時候說 晚上吃什麼說 媽的白痴啊 我不是已經講說晚上吃燒肉了嗎 等一下... 晚上吃什麼也可以被媽白吃 我已經講過了 然後她就說 那我晚上說 我說你白痴了 我剛剛都已經講了嗎 你智障啊 原來你脾氣這麼差 這個不是 她覺得我在輕蔑她 你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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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感覺這個是 都是要犯一個很大的錯誤 比如說小孩忘了接 這個有時候其實 互相... 我們互相調侃 就是男生有時候親密說 沒有... 你今天怎麼會來 對... 我們不是真的要 用蓋你媽媽 對 我跟你講這邊 我要幫馬哥講一句話 是嗎 他更是在輕蔑他太多 好不好 那換下一個Micky姐好了 他故事還沒講嗎 沒有 就是他會覺得說 我們講話比較尖銳 最近有一次 就是買房子 發生了一個很大的爭吵 他那個時候剛好在高雄 他們高雄那個國宅 剛好一樓要賣 四十幾坪賣980萬 我老婆跟我講說 老公 要吧... 我們要買 要衝啊 然後我就說 你買個高雄的房子幹什麼呢 好吃啊 可是我就跟他講說 你買了高雄 那我要付房貸 但是我台北租的房子 還在付租金 後來我就被他洗腦 洗腦洗洗手說 好吧 那就這樣 他說我們買了房子 我們可以租出去啊 然後後來我就把這個 我們的計劃呢 跟我爸爸媽媽講 因為我高雄有一些股票 在我爸爸媽媽的手上 我說如果今天我真的要買房子 我說爸 那你要把我這邊去整理一下 才有頭期款嘛 後來我爸就跟我講說 我爸說你怎麼可能會說 先去你台北還沒有房子住 然後你要去買一個高雄的房子 那你不是蠟燭兩頭燒嗎 後來我被想一想 我說覺得我爸他們講的也有道理 我就跟我老婆講說 你要不要還一還 他覺得我出爾反爾 他覺得我不相信他 就氣焉就上來 他說那沒有關係 你不幫就算了 沒關係 那你借我 我想辦法還你 還好 夫妻之間不要講什麼借不借 往心裡去了 對啊 然後我提醒 因為上節目是一時的 對 對 婚姻是一輩子的 沒有 民視這麼照顧我 我們要全盤奉獻給他們 絕對不造假 後來其實鬧得就不高興 鬧得就非常不高興 這樣馬哥也有提過我們的故事 說他原來有一些細故 那附近兩個吵架 那看來就離家出走了 對 聽說又去宜蘭玩 又去台東玩 怎麼這麼好 也都去過了 好像一個月 去了一個月 你們兩個不敢了 沒這個膽了吧 我太羨慕了啦 你問我最久多久 你最久去多久 大概一個小時 你看到沒有 你們就是沒這個膽 一個小時買菜都超過 對啊 多每一種 你看車都不值 我跟你講 我超羨慕的 因為我剛開始結婚的時候呢 我只能走到巷子口 行李都打包好了 然後走到巷子口 我就突然發現 我要去哪裡 姐妹那麼多 沒有 那個時候沒有 那個時候 我很孤立的在桃園 對... 然後之後 就是大嫂團之前 對 然後之後 大嫂團之後 有底氣了 身上有點錢了 以前繳個水電費 還要看大哥的臉色 到大嫂團之後 是大哥在看Vicky姐的臉色 也沒有啦 也沒有啦 所以你這輩子的貴人 居然是梁鶴群 對啦 姊姊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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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差一點 我跟你講我改變了多少的家庭 你知道嗎 對... 我會生四個人 是因為他 妳剛剛說沒有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後來有底氣了之後呢 我就 就在我們家 就在我們家 附近的一個Motel 住下來了 然後我就一直 在等屈哥打電話 問我在哪裡 然後說你怎麼不回來 他如果一講說 你怎麼不回來 我就馬上回去 真的嗎 結果他一整晚都沒打 然後可是我又沒出息 這是屈哥在放鞭炮 有可能 但我又沒出息 我大概 早上六點多就起來了 然後就回家 然後送小孩去上課 可是你這樣子之後 他就不怕了 他跟我講的 跟你講的一樣 因為事後我問他說 你為什麼不找我 他就說 可是我覺得這樣也很過分啊 影帝真的很聰明 對啊 心機很聰明 這是真的 對啊 對 我老婆又離家住 我去那個旅館 對 他說那個旅館多誇張 是在安和路的那個 樂立路那邊 有個小旅館 然後吵架 他就拿行李箱 我也不會去說什麼 不要啦 我說 對 你有宰家就不要回來 不要再進我馬家的門 然後結果他去 然後我也會心軟 我就說 你在哪裡啊 他都沒有回 後來他就說 我在哪邊哪邊 我不敢睡覺 你來接我 對 所以我就拿 我就說 你幹嘛還要浪費這個錢 他就說 他就哭了 所以 前後大概就三個小時 他在旅館 旗館都被打開 坐在那邊 然後就說 我不敢睡覺 就是哭 那我就說 好啦好啦在哪裡 他說就在我們家什麼 大概一百公尺的一個 送不進還要去接 六張里那邊 那邊有個旅館 說你趕快來接我 因為我的隔壁是Vicky姐 我沒有跑那麼遠 Vicky姐你來一下 妳的那句狠話 這句話其實是不好的示範 其實妳這句 我到現在結婚加交往十六年 我沒有講過 沒有講過 但是我覺得這是 他沒有講過他用寫的 不是 這是不好的示範 我不敢講 這句話就是 因為對我來說 這句話講的就是 就是要做 對 因為沒有做就沒有台階下 對 可是台階的問題是嚴重的 你說的 曲哥已經買好三十萬的煙火 就等這一招 就大到城上對不對 你只要一講 八八八 九百鳥 不停 一直爆爆 九百鳥是不是 好貴喔 沒有我就講那一次就是 我覺得我會講那句話 是因為我可能累積太久了 因為我覺得曲哥有時候 他會否定自己的孩子 有時候就會罵給別人 先反對 對 對就是譬如說 他在鄰居面前 或在別人面前 我這小孩子不好啦 怎樣怎樣 他也會在別人面前 署弱我 然後罵我 然後說我不好 然後我就覺得 我那一次好像是喝了點酒 我覺得我就是 有點戒酒裝瘋 然後壯膽 然後就跟他吵起來 我說 你知道我很受不了你這樣子耶 然後我就跟他大吵 在大家面前 沒有沒有 我們兩個人 然後我就有一點 在宣洩我自己的情緒 然後講到後面就說 然後 然後曲哥就露出微笑 後來隔天他就 後來隔天他就去外地工作了 他就去巡演了 那巡演當中這段時間 我們就都沒有傳訊息 然後隔了好像隔了幾天之後呢 他就傳了一個訊息給我 露露等 他就有認真在想這件事情了 是 就說如果你真的有這樣子決定的話 那我們就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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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安排 小孩 我會請我爸媽幫媽 他當真 他當真 他有企劃 對 他就開始 然後呢 那房子就留給你住 或者是什麼之類 就開始這樣露露等這樣子 這段可以講 我就整了不知道該怎麼辦 晴天霹靂 我就有一點傻眼了 對 然後後來事後 我就想了我該怎麼辦 後來想一想 我覺得也沒有到達那個地步 然後只是我可能一時的嘴快 然後他真的走心了 對 然後真的覺得說 可能我在吵架的當下 也說了一些傷他 他說 他也會覺得說 我怎麼會這樣想他 對 所以我後來就是有先道歉 說我不應該說這樣子的話 確實是我心裡面會覺得委屈 但是我覺得 我們應該需要更多的溝通 所以馬根你也講過這句話 我老婆她的個性就是 她至少講了至少十五遍以上 但是我說 然後我就 我心裡就想說 只要再講一遍我就成全你 對 但是我不能講這個東西 不能講 因為我是很 但你有在存那個煙火的錢 不是啦 其實誰都不希望走到婚姻破滅 對 誰都不希望 因為說真的 再大的事情大不過生死 對 她就跟你鬥鬥嘴 然後有必要說 會得到這種事情 而且她每次要拿這張 出來當底牌 對 你不要這樣子 因為你底牌打開之後 那如果我現在說 好 你怎麼辦 對 就說 揪擠 我說老婆 你又不要再... 你每次動不動就講離婚 是 你這麼隨便就這樣離婚 然後她也不講話 我說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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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哄耶 本來真的好 會哄耶 這要講話 我就跟她講說 我們再怎麼樣吵 我們都不能離婚 把氣 就是溝通 要是我就會 才會成長 你說不理就不理啊 我就實愛了你 不理 你本來就吵不了 其實這樣也是一種哄耶 對... 我就是不理 怎麼樣 你自己繼續哭吧 我就不理 這也是一種哄的事 那我覺得我自己個人的地雷是 我老公跟我講的這一句話的時候 我真的是零到一百 我整個人直接炸掉 這一句 我不信哪個媽媽可以接受 對 她說 我也不能接受 我整個人是跳起來的那種 你知道嗎 而且聽說還是管理員講 不是 他老公 我跟你講 因為他是 美國長大的 所以他就是 他的腦袋 他外面看起來是亞洲人 他裡面就是一個白人 他發音不清楚 他是個白人 沒有人像你這樣 不是口音 也沒有到這樣 白痴說他有逗點 沒有人像你這樣 逗點 不是這樣子的各位 我也不好意思 讓他好好講 對不起 對 就是教小孩的差別 因為其實我女兒才三歲 那你知道小孩兩三歲 就是他們講 就是一個兩歲 他在建立一個自我秩序 所以他會挑戰很多你的極限 譬如說他可能會開始 打東西丟東西 他在建立這個秩序的時候 那我就會跟我女兒說 妹妹我們不要打人 如果有人打你 你要跟媽媽說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東西 我們在教這些東西 遺傳媽媽媽是罵人 尤其是罵你 我們最喜歡罵射手座 罵射手座沒有在嘴軟 就是這樣 然後因為我就想要教他這件事 那我先生就是那種 誰打他他就是打回去 那我那個心態就會覺得說 你跟我們大人這樣子聊天 我可以接受 但你不可以跟小孩講說 打回去 就是這個東西他不是立即的 因為你沒有要讓他們去打架 有一次他就帶我女兒出去 然後小孩子會搶玩具 很正常 他就跟我女兒說 他剛剛拿球丟你 丟回去 然後 那我就說 你剛剛教他什麼啊 對 我就直接啊 當下直接 不是 人家丟你 我們要機會叫 來 你看 他用球丟我們 這是不對 第一個是我們這個事情不要做 第二個是 你跟媽媽講 我會去跟他的家長溝通這件事情 但是不是叫我女兒說 你現在給他弄回去 對 就是他已經錯了 你跟他做一樣的事情 你有什麼資格講他 你們兩個都是錯在一起了嘛 我先生就很不高興 他說 我覺得你這樣教出來的小孩 太軟弱了 一套組合拳打出來 你會不舒服 我整個心想說 等一下你先否定我的決定 你先質疑我的能力了 然後你還加碼 覺得我做得不夠好 再質疑我媽媽的身分 對 你是什麼意思 模範夫妻溝通不良 Vicky氣到離家出走 她那個時候其實也是會有一些應酬 我今天會晚一點回家 然後我就覺得委屈 我就有一點故意跟她很大聲講話 她就說 你什麼意思 你為什麼真的不容易 一起那麼大聲講話 就產生了第一次的離家出 好 記得訂閱追蹤 姐妹亮起來 FB還有IG喔 你訂了沒 你訂了沒 趕快訂起來囉 訂起來喔 我覺得我做得不夠好 再質疑我媽媽的身分 對 哎唷 你是什麼意思 不錯喔 對 什麼意思 其實就是 你個性也硬 不是就是 你個性也硬 不是因為我獅子做的 我們做的這個事情是 我們獅子做 我們獅子做 是沒有在做錯事的 好不好 我們做這個事情是深思熟慮 而且我覺得夫妻的教養 是要統一陣線 你就算現在你不同意我 你不能在小孩面前 扯我後腿 對 可以在後面跟我講說 我覺得我們要討論一個東西 但不能我在教小孩的當下 我在跟他說 妹妹不要打人 妹妹可以打人 妹妹我們不要打人 爸爸說可以打 他就在前面就跟我玩這種遊戲 對 那我當時就覺得說 小孩就一臉茫然這樣 我要聽爸爸還是要聽媽媽的這樣 對 然後他在告補這一句的時候 我真的心裡面想說 我就直接上網 一百種分屍的方法 一百種 我心裡面是這樣想 但後來想起來會留下 還在記錄 想說算了 對 只是我當下就會覺得說 有些話 就算他不是那個意思 他也不能這樣說 你可以婉轉的講 全部都是講話的意思 對 他可以說 我不同意你這樣教小孩 我覺得我們是不是可以 我覺得這件事情可以討論 但是他不可以說 沒錯 我不會當媽媽 我跟你講那句我會大臉 不行 死穴真的死穴 真的 你老公這樣跟你講過 真的還講過 他不是這九個字 他是覺得我們吵架 吵架 然後那時候我是已經不是爆的 我是那種 你真的覺得 就是這種已經有點無奈 對 然後他就冷冷 你知道張智中那種 他都很冷 他沒有溫度 但講出來都 而且他這個還是是非的 那你就回答說 那你是神父嗎 你知道我當下就 哇 這已經沒有辦法報 這是很難過 對 那你怎麼會問這題 怎麼會這樣 那要不要聽一下 對 請問一下這一句是可以提告的嗎 不行 不行喔 不行喔 不行 但蘇律師有沒有講過那種 我們已經混算了 我不敢講耶 我怕 因為我住在我太太家裡 你知道嗎 房子是太太 好 我有 寄人泥下的部分 不是他拿集體箱 是我拿集體箱 對... 對... 這個我們是要 他還不能講 他是說 去哪裡請你早一點回家 去哪裡請你早一點回家 這句跟前面三位比很弱耶 對 這沒什麼吧 去客廠跟我講啊 這是誰講 有一個女孩子啊 她有工作 她嫁了一個多金的先生 有一天 這先生竟然一點多才回家 他就等他 奇怪 怎麼會這樣 去哪裡啊 請你早一點回家 這算是關心他嘛對不對 對 你講什麼 揍他 馬上揍他 他在愣住 驚嚇到 嚇到不敢跟他講 因為沒人敢相信 他先生是那種 蚊子彬彬 然後穿著西裝 對不對 人面壽星 大家都覺得他人面是人心 很體面的人 結果過一個月之後 沒想到有一天 他先生又是一兩天回去 他忘了那天的事情 去哪啊 請你早一點回家 他先生又開始揍他 就揍他 他是有錄綜藝節目講這句 就要開大禮 關鍵詞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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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四個 甚至沒有辦法好好的 聽人家講故事 是因為我們錄綜藝節目也錄播了 感覺是小梁哥會做的節目 對 你一直做的厲害 要這樣 在人節目 對 我和你的懷疑一下 他是不是做的就是你 真的不是綜藝節目 他做的啦 真的不是綜藝節目 不好意思 那那天呢 那天他就有揍到這個地方 臉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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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不住了 他閨蜜就幫他當偵探 於是他被孕育就探到 他先生原來晚上就拉著正妹 有外遇 然後他就完全不改善 認住 他說我只不過是說去哪裡 不要再拿出來了 不要被揍了 對 他只是這樣 他孕育就說不行 你不要自己再躲在家裡面 這樣子 要自己想 他這樣是有問題 對 於是就鼓起勇起來 對他提告 是 漂亮啦 傷害離婚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他先生有錢 要他的財產 贏了嗎 贏了嗎 贏了 剝了一層皮這樣 不要也算 對不對 要勇敢 對不對 就好好的關心他 就關心他竟然這樣子 不要不行 以後就不用再回來了 對 不要不行 我是覺得喔 吵架 因為吵架 我們就是論事就好 尤其是像我們這種 就是已經五十多歲的女生 講到這句話 爆跳如雷 因為我們五十多歲的人嘛 我身邊好姐妹 大概也都是進入五十六十歲 那老公有一些就是退休在家裡 那以前就是在公司 是當高階主管 管很多人嘛 退休回家之後 沒有人管 整天就管老婆一個人 然後包含了老婆這個什麼 做家事 你應該要按照這個順序啊 你這個順序不對啊 那當老婆這樣就被念到 整個情緒也就上來了嘛 情緒上來講話口氣就不好聽 就想要找老公吵架 那老公就會這一句話 每次就這一句話 不想吵 或者是吵不贏的時候就 怎樣你是更年齊喔 我這個完全就是戳到 我們這個年紀的女生的痛處 剛剛講的是商人的話 有時候你知道那個嫁一吵 我跟你講齊虎難下 到底是你要下 還是我要下難啊 我那一次其實我剛結婚嘛 我老婆其實她是有感情潔癖 她覺得你當了人家的老公 有些事情就不能做 很合理啊 當然我也知道 不然你還想做什麼 其實我本來就不是什麼花天酒地的男生 那我們那天真的啦 不是 激動什麼 沒有啦 我們都知道 但是你不用那麼激動你好了 對 就是那一位 不然這樣你不是那哪些事 我們拿出來聊聊 就我們缺 這個主題不是吧 就是那一次就是我們 男生在一起一起吃飯 然後吃一吃 他們就說 一定要續攤很奇怪 就是想要去酒店玩 不能吃飯就回家嗎 然後他們說 你現在一定不行了 我說 然後喝了幾位就說 什麼不行 面子 然後 反正就玩一玩 但是我們所謂的玩 也不是什麼要怎麼樣那個 就是 那個氛圍而已 什麼氛圍 對啊 就是小姐 有沒有秀舞 有沒有 有沒有大腳 是不是太久了 有 然後 你怎麼會這麼了解 男生他們玩的都是怎麼樣 然後其實都一樣了 然後後來我們就 然後因為陰錯陽差 我沒有接到老婆的電話 完了 因為我在第一圈 我在第一圈我就忘了手機 然後私家比如說 瑪莉歐手機就放著 然後就到下一圈 酒店裡面 然後她就忘了把手機拿給我 因為她也喝得差不多了 然後等到後來我們她就先走 回家先走一看 看瑪哥手機在那裡 她又回到現場 然後我老婆打給我 我沒有接 然後她比如說打給Vicky姐 Vicky姐看到我這邊玩她就 她在看秀舞 對啊 她在秀舞 她在給秀費 所以我老婆就認為說 我們一票的人都在騙她 實際上我回到家 她說你怎麼會這麼晚 我就說我就來龍去 我跟她講說 因為某些什麼 然後我們去了酒店 她爆發 她覺得說 而且你去酒店有沒有先講 沒有 沒有講 要報廢了啦 沒有講 翻臉了 然後她就整個是崩潰 就說我要離婚 我心想她結婚才沒有多久 怎麼會這樣 我就說這個沒有什麼大的 她說 她認為這個就是不忠 第二天她就說 你跟我講是哪一家 周朗陸哪一家 我現在在樓下了 我要上去找那女的 她說她拿捷缸砸她的頭 我說你沒有病 她就說你真的不能這樣 因為那一天有25個 不知道你選哪一個 然後她就說你現在跟我 跟我回高雄 跟我爸爸媽媽道歉 回到高雄 她爸爸那天還不在 她爸爸上班 然後她媽媽在 然後一開門我就直接跪下 我說媽媽 抱歉了 對不起 她媽媽就說 起來了 這也沒什麼 就是老一輩人說 這個沒有什麼 你真的就回去了 就跟她回去 因為我她一巴掌過來 眼睛都斷了 眼睛都斷了 歪了 怎麼又開了 什麼人家送你 可是到笑 你那天是不是玩得滿開心的 後來這個是一個妹 她跟我講說 你只要再一次 我一定跟你離婚 後來我就知道 這是她的一個地雷 後來我就說 老婆其實 大家也是在那邊拱啊拱啊 我們下去 我寧可把那個錢拿去買鞋子 我也不會去酒店 對啊 剛結婚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地方在磨合 所以其實真的吵的家 都是一些很鎖帥很鎖 對 就是很鎖帥很鎖帥的事情 那因為我剛結婚的時候 我搬回桃園了嘛 然後我們每天都會去公婆家吃飯 然後那時候我是專職的家庭主婦 我已經是沒有朋友了 然後我要一個人帶小孩 然後曲哥可能除了忙工作之外 他那個時候其實也是會有一些應酬 然後可能就會比較常不在家 那一天我記得我們其實前面 已經有點不高興了 已經在吵架了 然後呢他又打電話到我公婆家 又在說我今天會晚一點回家 然後我就說那你要去哪 他說沒有我跟誰誰誰出去 我說好 反正他講話就很冷很冷 然後我就覺得委屈 很容易委屈 對 我很容易委屈 剛結婚而已 剛結婚 然後我就有一點 故意跟他很大聲講話 我說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他就知道我很大 他就說你什麼意思 曲伯伯那些在旁邊 對 可是我是有一點故意想 讓我公婆知道說 其實你兒子也有一點在欺負我 曲伯又不回家 對 然後可是我覺得 我這樣也有點幼稚 然後變得他更生氣了 對 殊不知公婆根本沒聽到 沒有 後來掛... 後來掛掉電話... 很高大聲啦 後來掛掉電話之後呢 我也沒心情了 我就跟我公婆說 那我先帶小孩回家了 所以就產生了第一次 走到巷口的離家出境 好... 沒有 成功 對啊 就沒有成功 對 沒有 都是一些芝麻小事啦 那我有的時候就是會... 譬如說我要九點起床好了 那我有時候可能九點起床 鬧鐘響 他不是會有個攤睡裝置 可以再睡個五分鐘 這是我最多看你的裝置 對 我最...我很喜歡 因為有時候你已經起來 但你卻想要在那邊躺一下 你大概說那五分鐘 因為你知道他在那邊倒數 我就會這樣放著 然後五分鐘過後 是不是又想了第二次 對... 那我就把它按掉 有的時候會多睡十分鐘 有的時候可能五分鐘就起來 然後有一天他就說 你鬧鐘響為什麼不起來 你為什麼不直接起來 他說可是... 那我就說... 沒有啊... 我起來也是做我的事情 我又沒有把你推行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我們是一直亮一直亮 我們也起來了 他覺得說我這樣影響到他 那我的先生是什麼 他是一個走到哪兒 跟Stacy一樣 燈就亮到哪裡的 就是那種經過的地方 一瓶光明 神明之後充滿亮光啦 到處都需要光明燈 然後他只要離開房間 冷氣啊燈都是全開的那一種 是... 然後你就會跟他講說 請問一下你房間那是什麼狀況 他說等一下會再進去 對... 等一下就大概一個小時過後 之類的 對...然後我有一天就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大哥 如果說你沒有要這樣子的處理的話 還是以後幫你換成感應燈 到哪邊 進去才會亮的那種嘛 也不錯 我跟你講我想換這個多久 要不是又要多花錢 我早就換了 然後... 因為我其實講這個是有點... 有點在語帶威脅 就跟他講說 你在這樣子就跟你換掉這樣 對 我先生竟然說 抱怨老婆壞習慣 顏麗婷給出好建議 什麼意思 譬如說 那我們都不用睡啦 我們說幾點 沒有 就是幾點 沒有調九點 我們九點一定就起來 你四個假的 然後我老公說 你好自立 那你以後就是跟他做啦 你的意思是說 我應該挺馬克思 是啊 就跟他講說 你再這樣子 就跟你換掉這樣 我先生竟然說 好想 他說 我覺得OK啊 我覺得你這樣很好耶 你什麼時候要換啊 然後感覺這件事 又變成我的工作 我覺得我可以 我想了這個事情 然後我自己還要去做 然後這件事 你是不是到這邊就應該好 他隔天問我說 什麼時候要換啊 你不是講的嗎 你不是講的嗎 我還不許你 生活習慣有時候 會讓你就是很想要 嚇死他 很想要輪死他 這跟我們家完全一樣 這是高手 怎麼樣 一模一樣 他也是就是 他也是 比如說調九點 就一直涼涼涼涼涼到十點嘛 對... 因為每五分鐘 涼一次怎麼睡 都不要睡嘛 大家都不要睡嘛 有的時候還怎樣 你知道嗎 晚上九點我們再吃飯 突然鬧鐘響了 我想說奇怪 上下午調錯了 你知道嗎 還有一次是... 還有一次是怎樣 他就是比如說 他中午十二點要開會 我舉例 我想說 十一點四十了 你怎麼還躺在這裡 還在看蠟筆小溪 我說 你怎麼還在看蠟筆小溪 他說 你幹嘛 我跟你講 我今天出去 我就是要跟大家拼了一天 我從十二點 可能弄到晚上十二點 我就只剩下這五分鐘 我就要出門了 為什麼你連這五分鐘 你也要給我壓力 我就是看著那邊小心 我只是想要放鬆 為什麼你要毀了我這一天 好喜歡他這樣喔 好喜歡喔 你有點誇張你 我沒有誇張 不是 我覺得觀眾看到這段 壓力會更大 你將那個室友來對職 觀眾看到這段 壓力會更大 真的 我只是善意的提醒 我說 你不是跟人家約十二點 你怎麼還在這邊看 我們都是很自律的 我們說幾點 沒有 就是幾點 沒有調九點 我九點一定就起來 我還趕快把它按掉 我怕他一直涼吵到別的 我是那一種的 叫九點十五 那就調九點十五 對 我老婆都說 你好自律 因為我們有時候拍戲 不能遲到的 車子也不會等你的 沒關係啦 那你以後就是跟他住啦 對啊 所以不好意思 你的意思是說 我應該娶馬哥是不是 很好啊 馬哥你有看不慣太太什麼嗎 她太多事情 因為我們從不喜歡的過程中 採取到一個平衡 就是 她飲料都喝剩兩口 你為什麼這兩口 你不把它乾掉 然後就丟掉了 對 那個珍珠奶茶剩兩口 然後珍珠還在裡頭 然後她還要一直拿著 從 新衣微秀 坐計程車一直拿著拿著 拿回家 這個也是 拿回家 我說那你在外面丟掉就算 你拿回家丟又造成為了煩惱 我老婆還去買了 你一掛那個單杯的袋子 單杯的袋子 然後她說 她說你不要拿沒關係 她有個掛勾 寶寶包都有個掛勾 對 她把那個掛單杯的掛上 我說我掛真的好流浪 對 掛了兩杯 不管你要掛哪 你掛臉上也可以 對 這不懂 所以 你們兩個為什麼不同居 沒有 因為 我們同居 社會習慣理念不同 她賣面膜 之前我在做面膜 賣面膜 然後那個紙盒子 我們訂做了紙盒子 三合 一合合 風箱膠袋 底下就是 對不對 對 你覺得好笑 就好了嘛 這樣就好了 就好了 口雞大王耶你原來 她還寫一個說 這邊寫向上 面膜怎麼翻 她都是面膜啊 她又不是酒 沒有啦 她就她希望客人收到的 對 她就是打開 始終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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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 我就在家裡聽到她在 她整個面膜封到 跟海洛英一樣 跟海洛英磚一樣 就你丟到海裡 她不會濕 海洛英 我說你為什麼要弄成這樣 然後裡面還放了氣泡紙 是這樣 對 沒有 她像人家打開來看 打開來看 找不到面膜 她說這是一個尊重 她說是這個尊重 她說面膜她就是 那她包財不少錢喔 真的 包食品成本 看成本看什麼 這個本來就是酷子 真的很多 可是老實說 我有時候受到這種 就是交代很多 我會生氣 對 就不好猜 太難猜了 講了她又不高興 她說你不要管我 這是我的事業 好啦 你看吧 還要補 還要補這句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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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撩十幾萬 你們這些人真的是 好啦 生活習慣這件事 真的每一家都有 對啦 像我每天都念我老公 物歸原位 念了15年 東西還是不在他的家 沒有辦法 而且我覺得就是 我們到了一個年紀 又生了小孩 這種Double 20的年紀 我跟你講 你真的不是吵架 有時候你就是覺得 他就是很不順 就是 底下這就是攻擊 不是 就是 你會覺得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不順一點 他就是在挑戰你 對 他是有針對性的 沒錯 就是為什麼這杯飲料 就是要放在這個邊緣 就是會碰掉 然後你剛才有說 叫他裡面一點的時候 他會有那個表情 那個表情就是那種挑釁 面霧 那個表情就是在Push我們 他等一下就是要被罵 然後當我們正在講話的時候 他就說你不要再罵我了 你一天不罵我很難過 我說我還沒開始 不是 他難道沒有想到說 那個東西會倒嗎 對 然後倒了之後他就說 你怎麼不提醒我 就是比如說這個 你蓋子不蓋 然後你弄了滿滿一壺 然後放在地上 他就提到了 會不會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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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他個人情緒好強大 氧氣罐給他 他快不行了 這個一定會倒 那你為什麼不把它蓋 或者說你把它擺桌上 對 這樣就沒事 那你擺這邊 這時候有習慣 你怎麼會這麼氣 對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真的 就是你會發現他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會讓你覺得 阿渣 然後你知道 因為像我先生以前 他本來就是會那種 呼吸聲比較重的那種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以前你熱戀的時候 你都聽不見 躺下去就睡著 現在不一樣 現在你對他呼吸 你都會覺得 小聲一點 阿渣 阿渣 為什麼就是他就是 就踩到你 連呼吸都會 你剛剛那個我覺得 真的太Over了 那你老公睡覺的時候這樣 我還是幸運 為什麼這樣睡覺 他說我呼吸太大聲 是雪莉 這個我真的過不去 這個我真的沒辦法 他也沒有真的怎麼樣 可是對我們身上就會放很大 就像小楊哥那樣 他覺得那瓶水就冒犯到他了 就會有那種情緒起來 然後你就會為了一點小事情 所以我先生他真的 他也會問我說 你是不是生理期啊 對 你今天又在那邊罵我了 然後你知道 他還會把我罵他的時間 他會寫起來 他那天他就說 你上個月就是這一天罵我的 19號 你上次19號有生理期 你今天是不是也是 我說對 他說對 生理期又在罵我了 他就為他的事情找理由 這更紅 怪到我們的生理期 然後你知道他還說 我覺得你年紀到了 脾氣要稍微控制一下 不然這樣很容易會老 得作人 對 然後你知道他就會 他就會講到我年紀 然後呢 那我就會覺得說 我現在是 嫌我老了 嫌棄我就對了是不是 不好看了 我人老是好 怎麼樣 我們不OK了嗎 這樣 所以我後來就發現就是說 女生一定要把自己顧好 真的 為什麼 一定要把自己顧好 會被老公氣死 會 我們一定要在你知道 他們把我們氣死之前 壽命一定要比較長 對 活得比較久 對 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像我自己50多也進入了這個 所謂更的這個階段了嘛 然後我要提醒我們就是 衰老這件事情喔 對女生來講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我們女生 過了30歲之後 開始下滑 它是一個分水裡 開始走下坡 但是我提醒大家 到了50歲 對 那是一個斷癌式的 你會突然發現到說 我怎麼好像一夜之間 那個肝啦 老啦 鬆啊 垂啊 還有那個體力大不如從前 不是光狀態 真的 是連的活力 還有就是想去做什麼的欲望 都沒有了 會 所以特別提醒不管男生還是女生 我們在進入了這個年紀 很多人也會說 我這個羹就是一個階段 一些不舒服的一些狀況 把它熬過去就好了嘛 錯 你熬過去之後 接下來進入的是老年期 這些狀況 你不提早包的話 它只會越來越嚴重 加倍的嚴重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 我們就是隨時呢 要維持青春的話 像一些這個天然的食物啦 蜂王乳啦 芝麻素啦 還有這個B群啊 蔓越莓等等 就是可以延緩我們 這些不舒服的一些狀態呢 平常都要把它補充起來 之前就聽很多人說 蜂王乳非常好 尤其是像我媽媽的這個年紀 然後呢 但是你知道嗎 蜂王乳這件事情 是你要好好的去挑選它 對 不是拿來吃就會有感覺 對 你知道我現在手上拿的這一瓶 它是日本原裝進口 9%蜂王乳 9% 各位 你知道因為其實蜂王乳是熟齡女性 大家都會知道說 保養的一種聖品 像我媽那個年紀 他就會知道說蜂王乳我們要吃 那它呢非常的特別 它一顆就可以幫你顧全身 而且是從裡到外 都幫你打理好 而且你們要知道這個蜂王乳它是什麼 它是供蜂去製造出來 給女王蜂的專屬營養品 我們在家就想要有這種 重心拱躍的感覺嘛 對不對 所以它是蜂王乳一生當中 唯一的食品 所以它非常的珍貴 而且你知道蜂王乳它為什麼好 所以裡面有個非常特別的營養素 它叫做鬼西酸 那這個鬼西酸是針對女性的功能的 所以你看喔 它裡面是9% 一般喔 1% 2% 最多我真的看到的頂多6% 真的喔 這是9% 所以你去算一下 如果說你一年10%的老化 對 你就把9%補回來 有沒有覺得 激起直吹 70歲 直接開Turbo 有沒有 就這個意思 我覺得差的大概1% 那個算是自然的一種感覺 那種自然的 我們靠一些保養品突突 OK喔 OK的嘛 對 所以你看 CP值很高 CP值非常的高 9% 但是鬼西酸這個我們有聽過 老師這個成分是非常好 因為我們講說蜂王乳 其實是老天爺賜給我們 最天然最健康的一個保健食品 我都叫它做液態黃金 剛剛思佳提到的這個鬼西酸 這樣一個重要成分 通常我們來講 就是蜂王乳 它含有四十多種的營養素 由內而外的補充 尤其是在我們剛剛講的 青春美麗的這一塊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包含了就是這個鬼西酸 它全世界 只有在蜂王乳這個東西裡面 才含有這樣子的成分 所以對於就是說 調節我們體質 還有促進新陳代謝 這一些呢 它都有非常非常好的一個作用 那這個蜂王乳品質的好壞 我們看這個鬼西酸 9%我老實講 全球沒有幾家可以做得到 真的 這個重量還是在於它的來源 跟它的這個製成的部分 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私家的這一款 它除了有這個最高濃度的 9%的這個鬼西酸的蜂王乳之外 裡面還有添加了很重要的 對 幫助我們好睡 還有這個珍貴的 專利的這個金絲燕窩 對於我們女生養顏美容 由內而外全身性的一個保養 也都可以有一個很好的作用 那私家這要怎麼吃 而且它最方便 你看它是做成定狀 以前大家是蜂王乳 是它用低的 它會有一個味道 它要冷凍 對不對 然後它保存又不方便 很多時候你買了放枕 你都不知道說 到底吃的是不是新鮮的 它現在就幫你直接做成定狀 所以它其實也很好吞 那其實像我每天就是2到4顆 而且你知道他們家 請大家注意看一下 它這邊有一個這個標章 有 我知道 這個是歐洲蒙袋的金賞認證 它等於是什麼 食品界的奧斯卡獎 對 世界級的 世界的評鑑大獎 不是每個牌子他們都會有的 所以他們在日本 是百萬消費者 不斷的在回購 跟認證的 所以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不只是女生要吃 男生 你看小陽哥 這麼容易生氣的 男生 沒有 男生 男生 男生也能吃 因為他是顧全身 因為畢竟我是台灣控流 所以我覺得應該也是 要維持一個體態 體力 體態 所以其實男生也可以吃 幫助你入睡 對 對 所以像我媽媽她也是 只要快吃完 她就會傳訊息給我說 我那個青春的泉源快沒有了 這樣 她就直接這樣子跟我講 而且其實我覺得 就是由於當媽媽之後 因為我女孩真的比較小一點 我要花很多的體力陪她 我發現如果沒有好好保養 你覺得整個狀態 對 會有種臉垮掉的感覺 你懂嗎 以前可以三天不要睡 現在不行了 現在跟一個晚上沒睡 三天都補不回來 不可能 現在真的是 我帶我女兒去個校外教學 回來要躺三天的那種 真的 請一個萬聖節去遊行回來 真的 都不用扮鬼 直接變成鬼 你知道嗎 就是你看就是 這是什麼 這少女吧 就是之前 我覺得還是會有一點點 就是 氣色沒有到很好 但我覺得 那妳要不要看我的照片 妳本來就是啊 妳不用照片 妳們都可以吃 妳可以提醒妳太太 沒有 妳們兩個一起吃 男生也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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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全家都可以吃 對不對 為了家庭和樂 Happy wife Happy wife 對不對 也算是婚姻的一個保命服 真的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思佳的分享 謝謝思佳 太棒了 是高級貨 真的 其實夫妻吵架有很多的模式 但是吵到最後 要怎麼樣收場 有台階 你要怎麼下 那才是個人的本事 夫妻吵架下台階 誰先低頭 很關鍵 男人真的是 結婚前跟結婚後差好多 可是結婚之後 都是我跟他道歉 他只會裝沒事 所以忍戰在我們家常常發聲 我都是 憲哥老婆說對不起 都是我話 都不講話 其實 就是冷戰那個氣氛是最不好的 吵到最後 要怎麼樣收場 有台階 你要怎麼下 那才是個人的本事 要不要下 通常吵架呢 會想到低頭這件事情 到底誰要先低頭 男生先低頭 男生先低頭 這家這題跟你沒關係 我知道 你應該不會 但是我覺得男生 贏了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覺得自己 不要有太多的優越感 對 你有太多優越感 老婆好像被你 不要把另外一半 所以我有時候 我每次吵架 吵到最後我都是 憲哥老婆說 對不起都是我不好 其實我心裡也知道 問題都是因為我的口氣 然後反正最後 他最可怕就是 每次戴個口罩在家裡 然後都不講話 其實冷戰那個氣氛 是最不好的 對啊 對啊 你如果真的要皮屎 真風消對 還可以 可是他不跟你講話的時候 其實那是很可怕的 那我就在家裡做飯做菜 我就說 好啦來吃飯了啦 別氣了 氣要生飯要吃 男生很喜歡用吃飯 這個是你當下的 對 對 他們很奇怪 他們都忘記剛剛把我們惹火 可是 他會走過來說 等一下你要吃什麼 你什麼吃東西啊 你怎麼會把我 你還吃得下 都被你氣飽 然後他們還在思考耶 可是也只能這樣 他還會說 有什麼好生氣的 不就是要吃飯嗎 他就台階給你 而且他會等於是說 他問你吃什麼 他給你台階 對 Feedy姐你是一個會道歉認錯的 我是 我跟你講男人真的是 結婚前跟結婚後差好多 以前都是屈哥跟我道歉 可是結婚之後 都是我跟他道歉的 真的 對 而且他很少道歉 他只會裝沒事 所以忍戰在我們家常常發生 吵架之後 如果說今天你不想離婚 你要告訴他 我就不好意思 我不想離婚 有一個先生 他就是跟太太在台灣生一個孩子之後 去大陸工作了 去大陸工作之後 沒想到 工作一陣子之後 有一天他先生回來的時候 我跟你講 我不愛你 我跟你講 我要跟你離婚 我在大陸 我跟你講 我大陸已經有了 已經鬧出人命了 已經鬧出人 而且不帶個小三 還鬧出一個人命 還有個小孩子 我跟你講 我不要你 他說 你不要我 你說不要就不要 我跟你講 我就是要 你對我不仁 但是不好意思 我不想對你不義 因為他們還有自己孩子 他知道 我只要坐好這個位置 不好意思 你沒辦法 這麼快把我搬下來的 最後 他說不好意思 太太 你能不能夠放過我 放過我 是不是 他說 可以 我有個條件 很簡單 你必須要把你名下財產 大部分請你過戶到我的名下 因為就是因為你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不好意思過戶到我的名下 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 我相信你還會繼續賺錢的 所以呢 請你寫一份遺囑 遺囑說 大部分就給我 跟我們原來生的孩子 所以其實很重要的就是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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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此刻 就是立遺囑的最好時刻 我跟妳說 姐姐妹妹很重要啊 真的 姐姐妹妹 姐姐妹妹 你如果財產比較多的時候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對 不乖的時候 如果你財產比較多 那另外一半不乖 請你可以寫說 我大部分留給小孩 就不要給他 要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 對不對 那如果說另外一半 承認比較多的時候 請你把這本書送給他 然後他說什麼 欸 我對你不錯啊 請你要多多照顧我 對對對 來證明你真的愛 我們白紙黑字寫下來 對 才是真愛 那說真的呢 哪一對夫妻不吵架 對 床頭炒床尾合 床尾要怎麼合 也是一門藝術 對 今天聊這麼多 我只想問思佳 什麼時候要裝感應燈 不要再逼他了 好不好 馬上掃一下我們的QR Code 然後到臉書跟我們互動 你就會有精美小禮物喔 來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姐妹亮起來 下次見 拜拜 拜拜